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就是说它是平均分布 就是说每一个人的生日是平均分布的 这个假设是实际上到现在越来越有问题了 那么第二个是独立实践 就是说这两个假设在社会中都是可能都存在偏差 第一个偏差就是如果说这老爹老特别相信命 那么现在不是说西方的那个叫做什么星座 对吧 如果说你的父母很相信星座的话 比如他特别喜欢双鱼座 不太喜欢巨蟹座 那么你可能就生在某些月份 我也不知道双鱼座几月 双鱼座可能是一二月不太清楚 巨蟹座是八九月 反正这样的话就不平均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假设就错了 这是如果你要回到实践中 一旦复杂起来就没法算了 对吧 那么你要算它的偏好的话 就得引入一些定量的东西就很难 那么第一个假设就是说平均分布 也就是说不管什么星座也不星座的 我任何生到哪都是我的儿子都挺高兴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一年365天生到任何一天的 它的几率都是一样的 对吧 这就是所谓平均分布 第二个是独立事件 独立事件就是说 张三的生日和李四的生日完全不相关 完全独立 但是也有可能就是说 这两个父母好到穿一条裤子的时候 说咱们俩生的孩子得同一天生最好 对吧 也有可能对不对 这左邻右舍说咱们都是一块生孩子 你的孩子什么时候生 我也是什么时候生一孩子 那么这就不独立了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不考虑 所以这个叫什么 这分析什么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假设 就要把问题简单化 那么在这个两个假设下的话 我们就可以推导出一些事情来了 那怎么推导 你看 先把你的朋友 N个朋友随机排序 那么第二个朋友和第一个朋友的生日不同的概率是多少 那么第一 那么那显然是什么呢 当然是一年365天 那366天内那也不算 就是那肯定是365分之364 就是你 我是1月1号生的 那么其他的如果不同的话 那肯定是在这个除了1月1号以外的那些天里的平行分布 对不对 所以他的不同的举例就这么大 那么第三个朋友和前两个朋友都不同的举例肯定是360 就是说我把那个天就乘以363分之365乘以363 那乘以这个 对不对 就是连乘 那么第一个朋友和前面N减一个朋友都不同的概率 那么显然就是这个 365减去N加1除以365 这么一个 就是你把前面的东西都占了 那么只有在这里面做这个随机选择 所以N个朋友生日不同的话 既然它这个生 它的这个是独立事件 它之间没有关系的话 那么它独立事件我们知道是连乘机 就是说它乘起来的 乘起来那么就变成是 这个365的N减一次方 除以364乘以363 362 一直乘到365减N加1 对吧 这是N个朋友的生日都不同的概率 就是这么多 那么N个朋友 这是都不同 N个朋友至少有两个同样的生日概率 这两个是互不相同事件 对不对 或者都不同 或者至少有一对相同 也可能包含了两对相同 三对相同 N对相同 这个包起来 一个是都不相同 一个是其他 其他的情况就是说 至少有两个人的生日相同机会 那么显然是1减去这个东西 那么你把N代音语会发现 如果是24个朋友的话 他几率就是54%了 这是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说 我用了两个假设 一个平均分布 一个独立事件 然后把这个事情就给算出来了 我算出来就是 如果你们要打赌的话 你除了你这个屋里有24个人 你就马上 我打赌 你们这里面肯定有 至少有一对人 两个人的生日是一样的 你要是每次发现24个人都打赌的话 你这次输了 那次可能赢 然后平均以上你肯定赢 你的赢面 因为是占一半以上 这是一个例子 那么下一个例子 就是有点诡异的例子 后面就越来越诡异了 这个诡异倒是挺什么的 这个故事这样 大概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 找工作非常难找 那时候我也没找工作 那么有一个人 叫Dr. Gott 他就发了一个 他找不到工作 然后他就写了一个小文章 结果引起轰动 因为大家绝对不知道 这个东西在怎么回事 就是他好像变系法似的 从这个魔帽里面 就抓出一只兔子出来 他用了什么呢 他就用了哥白音原理 这哥白音原理说什么 就是说最好的理论 它应该是时空不变的 就是那个时空对称的 就是时间平移不变 空间平移不变的 也就是说最好的理论 它不需要要求你的观测者 生活在一个特殊的 特殊的空间和特殊的时间 你才能观察到它 对吧 那他把这个哥白音原理 用到一些很奇妙的东西 比如他在 他在69年的时候 他就是在一次开会的时候 就是到那个 那时候东西德还在分开呢 东西德分开的时候 你们还没生呢 就有个柏林墙 89年拆的 是吧 所以你们还没生呢 就是话说当年 那个柏林墙 把东西德分成两部分 他到西德开会 他就去造访柏林墙 他就说我能不能预测 柏林墙什么时候倒 他怎么预测呢 他怎么预测 就是说 假设柏林墙有始有终 有一天要倒 的话 它的长度是这么长 对不对 然后呢 在这个柏林墙的历史中 我去随机的访问柏林墙 那么这个实践一定是随机的 就是我访问柏林墙的 在这个时间长河中 是等级率的 就任何 任何 就是任何时间 我访柏林墙的那个 机会都是相等 是等级率的 现在呢 我要说 我用弄一个50%的执行期间 就是说 我这个论断 是50%是对的 什么论断呢 我就用那个50% 就是50% 对吧 那么我就有50%的举例 是在这个范围内 那个是访问柏林墙的 那么如果是在这个 在这一点访问的话 那柏林墙还有这么长时间可活 如果我在这个时间的话 那柏林墙还有这么多时间可活 对不对 那么50%的机会 那柏林墙 如果我在这个时间吧 柏林墙还有三分之八年 这个 因为它 它这个整个历史是在这 对不对 它是柏林墙 我们的开始的时间 我们知道 是1961年 它访问的时间是1969年 有八年 八年 我把这个东西分成 这个年代分成四份 对不对 如果在这儿的话 这是八年 那么这儿还有三倍的八年 是24年 如果在这儿的话 这是八年 这是三分之八年 对不对 那么如果它是访问柏林墙 这个随机事件 是平均分布的话 那么有50%的机率 我在这儿 那么意味着什么呢 那么柏林墙 最短 还可以有三分之八年的寿命 最长只有24年的寿命 对吧 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确定性的论断 这是在有50%的机会 是成立的 因为它把这个弄成50% 它预设准了 因为国联强岛 是不是1989年 对不对 那么大概 它访问的日期 大概是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这个当时就写了New York Times 就引起轰动 因为什么呢 预设准了以后 它就特别高兴 高兴以后的话 它又做了一个预测 它做人类还有多长时间可活 那它把这个置信期间呢 从50%扩展到95% 那我们知道这个人类 现在大概这个有20万年的历史 对吧 就从猴变人 有一个智人 智人产生到现在有20万年历史 那么 那么它把这个那个20 弄成这个95%的可能性 这个它的statement是对的 它的论断是对的 那这50%就在这 对不对 那么 如果说 它 它生下来那天 就我现在生下来那天 是在这个人类的长河中 等级率分布的 对吧 那么在95%的置信期间下 我可能在这儿 也可能在这儿 也可能在中间任何一个地方 如果在这儿的话 这是20万年 这儿还有好多年 多少年呢 有 就是39倍的20万年 就是7.8百万年 780万年 如果 我生死的时候 生好在这儿 那有多长时间呢 还有5100年 那么 这样的话 如果我假设 人类是有始有终的 一个时间序列 而我生出来的那一天 是在这个人类历史中 任何 任何时间都是可能的 是等级率的话 那么 有95%的可能性 我这个论断是对的 什么样的论断呢 就是人类 最短 可能还有5100年的 那个历史 最长 是780万年 然后就完蛋了 那么这个论断呢 95%是对的 是吧 那么它用到一个什么 就是用到平均分布 就是这个 这个有点 就是那个 变系法 粗就变出一个东西来 就是只考虑 人类的历史 长河是有限的 而且是这个 我们生在这个历史长河 的任何一个位置 都是等级率的 那么就有这个论断 这就是概议论的 这个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例子 好 那么第三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 我现在也琢磨不透 那我们先从简单到复杂看看 对吧 那么第一个是最简单的问题 我有两个 我有两个孩子 对吧 那我有两个男孩的体力是多大 就我有两个孩子 那么我生两个男孩 这两个孩子 都是男孩的几率是多大 那么生男生女都一样 那么在数学上的生男生女都一样 不光是他用处一样 而且他生的几率是一样的 就是说我生男孩的几率是二分之一 生女孩的几率二分之一 那么我们根据这个 这种不相 就是所谓independent理问的 就是说独立原则的话 那么显然是两个报应的可能性是 报应报应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 对吧 这个是 这个是大家一看就知道 就我生 我有两个男孩 如果我有两个孩子 两个男孩的几率是四分之一 好 现在我换 稍微换一种说法 就是a little complex person 稍微有点 我有两个孩子 其中一个是男孩 我有两个男孩的几率是吧 这个就跟前面不一样了 他说我知道一点信息 我知道其中有一个是男孩这件信息 那怎么做呢 概率论也是等几率 对不对 我把这个两个孩子的所有组合都给拿出来 男男 男女 女男 女女 对不对 这是他的所有组合 就是说所有可能的事件 就是这四种事件 那么我知道其中有一个男孩 那么其中有一个是男孩 肯定是在这三个里面 对吧 那么我那个分母就是三 而不原来那个四了 分子是什么 那么两个男孩分子就是这个世界 只有这个世界是两个男孩 所以他是三分之一 这个是稍微复杂一点 就是我知道一条信息 那么我的那个两个男孩的几率 我知道有一个是男孩 第二个男孩几率 那么就大了 从四分之一就变成三分之一了 好 现在就是一个所谓 所谓a mind-bending question 就是这个什么 现在我又给你一个信息 我给你信息什么呢 我有两个孩子 其中一个是男孩 他是星期二生的 那么我问问 我有两个男孩的几率是多大 是不是还是他 我给你的信息 这个信息有没有用 是不是还是他 你不能马上就做论断 这是所谓mind-bending 就是这个看起来毫不相关的信息 好像是有用 咱们来做一个就是说等概率的推论 第一个男孩是一个生在 生在星期二的男孩 对吧 第二个是生在任何一个地方的女孩 有多少种组合 一共七种 对吧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男孩是一个女孩 他可能生在任何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孩子是一个女孩 他可以生在任何一天 第二个是一个男孩 那么他有多少种可能 有七种 对不对 第三个是 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 他是星期二生的男孩 那么第二个孩子呢 是生在任何一天 第二个孩子也是个男孩 生在任何一天 他有多少种可能 有七种 对吧 然后第三个是什么 第一个男孩是个 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 他生在任何一天 第二个孩子呢 是生在星期二的男孩 这有多少种 这原来是七种 但是 但是呢 这个 这两个其中有一个是虫的 你比如说可以减去 所以它就有六种可能 那么所有的可能性 加起来是多少呢 是二十七 但是其中有两个男孩的事件 是多少呢 是七加六 是二十七分之三 是大于三分之一 这个大家可以下去可以哲学呀 是文化呀 我都不管 反正我从概念论推出来的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说我只加了一条 我加了一条 我其中有一个男孩 我这个男孩是星期二出生的 那么加了这条信息以后 我就 这时候知道我两个 那个都是男孩的举例就增大了 如果这个可以推论 如果你不是说星期二出生的 而是说 这几月几号出生的 这个增大了更多 等等等等 所以说是不是只要我们 对这个男孩的信息了解的不够多 然后他这个概念 就被学校比二十七 对 这个是一个 这是看起来是个悖论 就是如果这个男孩的信息 我知道无穷多的话 我两个男孩的几率 就从三分之一变成二分之一 这是概念论的一个 一个奇怪的地方 那么到底怎么回事 大家可以 这个 就是 这可以讨论 好 那么 我就是从这个 从这个几个 例子来讲 给大家一些flavor 就是说这个概念论 它能处理的问题 是什么样的 对吧